游戏里的小菜机 菜机中的战斗机 大家好,我是大娃 最近一款特别滑稽的 专门整队友的bug 被好多人玩得不一乐乎 于是大摇也决定玩一下 整骨一下队友 首先,我们需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因为这个行为不能被打断 我们拿出波罗 然后在道具时的最后一秒 把波罗抛出去 要保证波罗没有着地的时候 飞机已经起飞了 紧接着在跳伞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你身体前面 有一条红色的抛物线 像我一样 那就证明 你这个能让队友摔跤的bug 卡成功了 这一局 匹配了三个路人 我看谁那么幸运 会被我笨打 一号单飞了 剩下我们三个 齐心协力 共同跳篇了你说起什么 不过 我们去河边站捡枪 不好 左边有敌人 那这个大仓让个队友吧 我去另外一个 老板 你是不是害怕敌人先捡到枪 把你秃秃死 小点声醒不 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看着呢 我不要面子的 结果眨眼的功夫 先冲击大仓四号就被撂倒了 果然 我把他藏上的队友 是明智的 该说不说的 活动三号小姐姐 逃吧 前面有个家伙没发现我 先来一盆子 我去 没打到 再来一盆子 完了 这大概有小物资 接下来的这一幕 大摇的操作 可能会让你们爱上我 单身的 请问一关 不好意思 作为这段视频的主人公 我自己看到 都会爱上我自己 所以 我们再看几遍吧 我们再看几遍吧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算了 M762留给小姐姐吧 就在我打药的时候 一个狡猾的身影慢慢的摸了过来 不慌 小姐姐 我要为你保驾护好 又有人来了 继续杀戮 给小姐姐攒装备 不好 有人盯上了这个散发的优秀气质的我 打得我只剩死死血 我赶紧把小姐姐叫回来 勇敢的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我们跑路吧 于是我俩话不多说 坐上了浪迹天涯的破车 小羊 此轻此景 我想天歌一首 好的老板 哎呀 呀 呀 那个小姐姐 你这车开得好好的 咱还跳车呢 咱不能因为我罢了你一下 你就想不开啊 好啦 站起来 我们继续做好姐妹二 爱我一切比大家大点 直到快找个门逃脚 这边有一个刚下车的毒狼 结果打倒了并没有补掉 被他队友扶起来 又对我封烟准备带小姐姐跑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想跑毒的身影 该说不说的 先来一缩子 没打着 不慌 我们再来一缩子 这个敌人是真的服 结果我填完包才发现 小姐姐自己跑毒了 结果被人给揍了 看来我这个填包不要命的好习惯 看来我这个填包不要命的好习惯 要改改 我感觉跑了一个世纪 终于找到了一辆车 小姐姐 接下来 带你唐鸡的任务就交给我了 幸好我背了一桶牛 你看你看 唐绿洲圈的我 是不是更好看了 我们来看这张地图 直接开到安全区的话 没有桥 它需要过河 河对岸 一定有敌人埋伏 所以 机智如我 我们绕一圈 从桥上开过去 敌人一定想不到 这么绝妙的主意 哈哈 我怎么这么机智 太激动 忘记打药了 你说气人吧 自从我关注了大摇游戏说 我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 屌宝 大摇游戏说这么屌的吗 我也要关注你 嗨 变